示威瘓瘓曼谷数十万人挤爆 由泰国反对派发起要求总理迎拉下台的关闭曼谷抗争 昨天开始 曼谷七大路口全都被抗议民众塞爆 主要商业区交通也几乎瘓 民众纷纷改搭大众捷运系统 至少有两百万人受到影响 发行社估计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 许多行政办公大楼都被包围 甚至断水断电 所有的学校停课 很多公司干脆宣布放假 店家多半开门 但抱怨生意变差 领导反对阵营的前副总理速贴献身时 许多民众甚至直接塞给他千元大钞 表示支持 总理迎拉 昨天则选择作证国防部监控示威 预定明天邀请反对派在内的各政党领袖会商 讨论是否要将原定在2月2日举行的国会改选 延迟到5月4日 不过反对派领导人 速贴表示不会与政府谈判 坚持由非民选的人民议会 代替营拉内阁主持改革 终结泰国的贪腐与金钱政治 昨天政府派出2万军警维持秩序 并未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不过在野民主党曼谷总部 昨天凌晨遭人放枪 索性无人受伤 根据泰国宣律师大学 前天公布的最新民调 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对这波抗争 感到担忧 有约38%的人希望停止机会 约24%的人认为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国外交部没有调声对泰国的旅游警示 赴泰国的旅行团会避开示威地点 形成不受影响 我观光局统计 近日到曼谷旅游的台湾团 较去年同期减少5成 东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